那麼年輕人對於九二共識 有沒有期待呢 他們希不希望兩岸永久和平呢 我們繼續來看 那你覺得 如果回到九二共識的基礎之下 我們台灣跟中國大陸重啟交流 你贊成嗎 我贊成 我贊成 因為我覺得 有交流才會有進步 贊成 因為我覺得這樣很好 哪裡很好 就是對台灣吧 恢復交流可以 我是贊成的 因為呢 這對於經濟吧 經濟方面可能也是一個成長 我個人應該是贊成啦 畢竟 不要去 不要打仗是最好的啊 兩岸恢復交流嘛 是不錯啦 是可以就是 至少 不會有那麼衝突的感覺啦 OK 對啊 然後那個 感覺起來就不會那麼的緊張 對 回到九二共識的基礎之下 跟中國大陸重啟交流 你贊成嗎 可以啊 可以贊成啊 為什麼 就買東西比較方便 就買對面的東西會比較便宜 你喜歡買對面的東西 比如說 衣服比較便宜 你是在哪裡買 淘寶 我不贊成 因為我覺得 可能會影響現在這個平衡 為什麼會讓你有這種感覺 因為 只要有過度交流的話 就是會 可能產生 有一點越權的感覺 國民黨主張的九二共識 跟民進黨主張的台灣獨立 你比較贊成哪一個 我應該 我不知道我的立場 但我就一定是反綠 你反綠 對 那台灣獨立你怎麼看 他就是要引戰 這個賴清德叫做賴缺德 我覺得他就是要刻意引戰 為什麼你會有這種感覺 就是故意再挑釁 他都不知道他自己被對岸 列為台股頑強分子 爛死 我的話 我是覺得 希望能安全 雖然獨立也是很重要 但是 我覺得安全擺第一 所以我是比較希望說 是九二共識 說真的 應該我比較是贊成 台灣獨立 就是 可是 台灣獨立帶來的影響 那就是 中國可能會 就是 跟我們的關係 會越來越糟 我比較贊成 國民黨的 九二共識 對 原因是 原因是 我覺得 也不需要獨立 也就維持現狀 對 維持和平 國民黨主張的九二共識 跟民進黨主張的台灣獨立 你比較贊成哪一個 先維持那個 就是 有一點 曖昧不明的九二共識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台灣獨立的話 這個 中國大陸那邊 那個中國共產黨 絕對不會支持台灣獨立 這件事情 對啊 一聽到你那個 台灣獨立 他就 氣哺哺啊 對啊 我比較贊成九二共識 因為像 近幾年 這八年民進黨執政嘛 然後 就是會 他 呃 就是跟中國的關係 變得很 變得很不好 所以 像前幾年 再加上疫情 那個 農產品 就是中國不是 進台灣的農產品 嘛 所以 就是農民都過得很苦 但是 對 民進黨還是靠這個 就是靠意識形態嘛 所以我是 我比較贊成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吧 因為 就是 撇除政治上的因素 就是像 經濟那些也都是 可以帶來比較多好處 我比較贊成九二共識 那現在就是大家 讓大家 經濟發展 然後大家有錢賺 比較重要 那 呃 當然還是希望台灣 能夠成為一個國家 可是 我覺得如果 如果中國大陸會反對 然後我們因此 台灣 經濟 會不好的話 那我覺得 還是就是九二共識 這樣 好 這個兩段街坊 非常有趣 看完之後我們現場 這個四位大師 一致認為辮子妹 不必沮喪對不對 真的蠻有希望的 還是挺有希望的 我覺得這個 希望的前提 跟贊成的前提 當然就是 我不要打仗嘛 這是最重要的嘛 我年輕人 我還要買房子 我要安家立命嘛 那不是我們台灣 只有我們台灣 年輕人怕打仗 你看最近 美國國防部長 就威脅他的國會啊 你不給錢 我就讓你們的親人去打仗 美國人也怕打仗 誰不怕打仗呢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呢 如何避免打仗 回到我們今天節目的主軸 就是兩岸不只要和平 我們希望那個和平 是永久的 永久和平 不要老是擔心受怕 我一筆閒錢 我真的要在台灣買房子嗎 會五年之後 突然不和平了 那我不是損失大了 所以我請教一下這個縣長 我們剛剛講了很多很多 那回到九二共識 當然也許年輕人 還是不懂什麼是九二共識 沒關係 我們的節目在網上 一直都在 大家可以隨時拿出來複習一下 那回到九二共識之後 是不是就可以處理 我們知道因為大陸有它的一個進程 現在可能不會太按著台灣 或是美國的節奏跟想法去走 那他們有這個民族復興大業等等 所以回到九二共識 這個縣長的管道 縣長的黏著計 是不是可以確保兩岸和平 可以處理那個政治的安排了嗎 起碼九二共識會讓兩岸之間有互信吧 起碼大家都覺得是自己人吧 我們都是中國人吧 所以我們就不會打 就會有個和平的基礎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所以民進黨一定要去中國化 為什麼要去中國化 就是他反對九二共識嘛 他為什麼要反對九二共識去中國化 原因很簡單嘛 就是因為他不希望台灣跟大陸多有交流 才會瞭解到大陸 那兩邊才會融合 他沒有選票了 他其實走的是 大家講的好聽叫意識形態 其實他就是用仇中的方式 來鞏固他自己的選票 就這麼簡單的道理 那國民黨或許對九二共識 也不是那麼那麼清楚的了解的原因 是因為九二共識過去 大家都是用一個模糊的態度 去對待他嘛 我們從來就沒有想去把他清楚清楚的講出來 九二共識到底中間是什麼 為什麼 因為大家認為模糊 對臺灣的選民可能比較好交代 但大陸不是啊 大陸認為說九二共識一個中國 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兩岸共謀走向這個和平恐一 是大陸一直想要走的事情 那大陸現在變得越來越強了 臺灣現在變得比較起來 就越來越弱了 那以大事小的話 大陸要怎麼做 我覺得現在為難的是大陸不是臺灣 大陸到底要怎麼以大事小 以小事大很簡單嘛 好我統一九二共識 然後我們要謀求中國未來的和平統一 我們希望兩岸多做交流 我們臺灣人要多賺錢 臺灣人要跟大陸不要有戰爭 那我覺得這個是以小事大很容易做的事 可是以大事小不容易 千萬不要忘記了 現在大陸面對的不只是臺灣的問題 是所有世界上的問題 他現在變成世界的大國 他要面臨到美國對他的經濟科技 軍事的制裁壓力 他要對到 他要挑舉全世界的責任 所以你要認為大陸面對的壓力只有臺灣嗎 我覺得不是 他有這麼多的壓力的時候 他要對臺灣以大事小 要用什麼態度 過去大陸對臺灣 你看他讓你能夠貿易賺這麼多的錢 我舉個例子來講 去年 臺灣跟大陸的貿易順差是1565億美元 是的 如臺灣的總體的貿易順差是多少 是多少 才514億美元 沒有跟大陸的貿易的話 臺灣是貿易逆差超過1000億美元 沒錯 對不對 但是民進黨還是在罵大陸 你是用經濟的統戰 你不可以停ECFA 否則就是你不對 他還是一直這樣講 那大陸要怎麼做 我停止ECFA嗎 我停止貿易交流嗎 那還是不對 那我要繼續做嗎 讓你民進黨繼續在罵嗎 也是不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 但是還有一個我要講的就是 過去國民黨跟共產黨在對抗的時候 蔣先生的時候 甚至李先生的時候 都說大陸共產黨不好 對不對 民進黨上來也說大陸共產黨不好 所以我也是在大陸 民進黨 那個大陸官員講說 為什麼你們 臺灣人對大陸人印象不好 我說國民黨以前就罵你 這個民進黨時代也在罵你 所以臺灣人對你大陸人印象不好 那這個不好的印象是過去歷史所造成的 但是如何要轉變臺灣人這些觀念 其實真的很難 尤其是年輕人 他不會想那麼多 他不會想一些政治的東西 他只會想說我的生日能夠過得好 日子能夠過得好一點 然後我的平常買東西能夠便宜一點 然後我可以不要有戰爭 我和平繼續經濟繁榮就好了 他不會想到更深一層的兩岸關係 要怎麼處理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時候 真的是國民黨要負起責任 我還是要講國民黨要負起責任 國民黨既然都是一直主張九二共識 國民黨一直主張和平 也是我們是中國人的觀念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在這個時候 尤其在選舉的時候 要有勇氣的站出來講九二共識 要有勇氣的出來講 我們要追求兩岸之間和平 甚至兩岸之間都是中國人 所以將九二共識就會掉票嗎 不會 我認為不會 我覺得這是一些錯誤的誤解 是怕什麼 是民進黨講的嘛 民進黨講的是什麼 國民黨就怕 民進黨講什麼 國民黨就怕 所以這個國民黨現在變成膽小鬼了 我覺得這個國民黨 要從膽小鬼變成大膽的人 講出真正 真實的方法 你都已經在野了嘛 對吧 但在野可以變成執政嘛 如果你沒有勇氣 在野永遠是在野 永遠不會執政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分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海田家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專利製成 無酥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快點購上刺激 那是